市長張通榮卸任前訪市基層座談會 今天疑似到齊獨區 第一場次在齊獨區實踐李明會堂舉行 市長也細數擔任市長這七年來 在齊獨區市議員和里長們的支持下 所做的各項建設 齊獨區市議員也非常重視這項活動 幾乎全部親自出席參加 在市政府民政處處長蘇先啟 研考處長李國商以及齊獨區公所區長李吉欽陪同下 市長張通榮舉行訪市齊獨區基層的第一場座談會 並且致贈里長們紀念品 由篤南里里長于佩如代表收下 齊獨區市議員也非常重視這項活動 包括市議員蘇財發、蔡旺蓮、張耿輝 以及高姑慧珍和原住民市議員朱瑞祥都親自出席 市議員蘇仁和則是派服務處主任參加 市長也表示在齊獨區議員和里長們大力支持下 擔任市長七年以來 齊獨區改建了百福橋、千祥橋、駿德吊橋、 七獨鐵道公園並且拓寬大華二路和李明會堂等多項建設 讓齊獨區更繁榮 在地方的各項基層建設從百福橋、千祥橋 到我們長安里明活動中心 現在剛完成的我們這個 篤南活動中心等等 各個活動中心我們都陸續把它完成 我們也在這幾年對這個地區 我們無論是在我們各項的這個地方的 包括公園、包括我們橋樑、包括我們道路、包括我們水溝、排水系統 還包括我們的一些路燈灶等等監視器 我們都發揮了很大的一個功能跟經費在這裡來做各項的私作的工作 今天特別來這七個里來做了解 希望我們還有什麼需要我們市政府、區公所 需要來協助人們一併的來在這裡把它加強 把它做好讓地區能夠大家更繁榮 大家生活更安定 出席的七五區里長們也分別建議市政府 包括在江紫寮山等地點安裝監視器 持續鋪平道路讓馬路更平整等等基層建議事項 市長也表示將郊遊相關局處來改善這些問題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